底部成型的股票 你手中有几檔 我们早说过元宇宙的股票 不用追 因为我们有本事 部署在底部区 欢迎收看股市照妖镜 我是陈俊杰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妖来现行 好的 今天来讲的话 我相信台北股市持续性的往上的拉高 眼前的行情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忘记 上个礼拜 礼拜四大盘大跌超过百点 上个礼拜四外资卖超的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行情你还记得吗 或者是你今天看到盘面上 中小型电子股的表现 你还记得上个礼拜四行情是大跌的吗 我相信这一边来讲的话 我强调再强调 你面对台北股市的行情 你如果不断不断的看到 哇那个下跌很可怕 外资卖超 这边是不是要做头是不是要翻空 你如果不断的因为你的恐惧 因为你对于下跌过度的紧张 或者是美国股市那一边听说会怎么样 我相信 你在台北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你操作股票怎么样都不会顺 所以我可以聊到大盘的重要性 今天大盘来讲回到17634点 你能想到就是说上个礼拜四行情大跌的时候 那一个时间点 其实有很多股票是你应该先进去买好它 因为今天来讲的话很多的股票它创新高 离现在最近的买点就在上个礼拜 大跌的时间点 我说先有大盘再有个股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包含了就下半年以来 行情任何一个时间点大跌的时候 或者是看起来岌岌可危的时候 我相信你在这边有跟上就好 是在大盘盘泰这一边课程的朋友 包含了说这一边来讲 你同时拥有盘中影片解盘影片 你盘中如何去看大盘 你只要follow到的朋友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强调这边是在打底 当你知道大盘这边打底的时候 甚至我告诉你 你要部署的股票是在OTC贵买指数的中小型个股 中小型个股它不代表是平价股 贵买指数来讲它很多的高价股 你会发现 既然联发科戴琪的盘面上来讲IC设计的飙涨 那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的股票 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你看得懂大盘来打底 最重要的根源你知道 贵买指数它早在上个月10月份 它后面来讲的话变成是一个领头羊 加权指数这一边它告诉你打底 贵买指数中小型股这一边它告诉你 它会变成领头羊 所以你一发现很多小股票 很多的电子股拉上去之后 创新高之后 现在换行什么 联发科今天来讲的话 马上的进来什么 第二波的领军 所以你也发现 前一波元宇宙的股票 创新高拉上去 就好是告诉你不要去追它 不需要去追它 因为自然会有第二波的股票承接上来 今天你也发现 联发科居然也跟元宇宙搭上边了 联发科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我一直聊到你如果看得懂 它不是空头格局 它只要压缩在那边整理 上下来回 IC设计的股票它一定会有轮动 所以先有大盘再有个股 你看得懂大盘下跌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翻空 哪一个不是在沙多 唯有你在整个盘面上 大盘指数这一边你看得懂 你自然而然知道 该买的时候 该报股票的时候 你务必要好好的做到位 甚至手中有资金的朋友 你务必要在底部区勇敢加码 你现在来讲 慢慢的才感受到 哇底部区报警 他买上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什么 自然而然 会有两种人帮你抬轿 第一个 放空被嘎的人 后面被逼到融券回捕 那是第一种帮你抬轿的人 第二种 我一直聊到 习惯在股票市场里面 追高的投资人 第二种人 这两种人他会帮你 底部区报老 报好的股票 拉起来的时候 他看涨他要买 放空被嘎 被逼到停损 两种人会帮你抬轿 所以加油就好是light 小鼠go rich 55688 小鼠go rich 55688 我相信礼拜六礼拜天 你在我的light 这一边有索取到 底部成型的六金刚 我相信 458位的朋友 你们在礼拜六礼拜天 我助理跟你联络 你只要扎扎实实的 跟我助理这一边有一个互动 包含了这里来讲的话 我助理 跟你这一边所提醒的六档股票 你有拿到手的人 今天有两档涨停板 我上个礼拜的节目上已经告诉大家 底部成型 唯一只有底部打完了 后面要往上攻 他才会一段的涨势 底部成型 六档股票里面 两档今天 拉涨停 我相信你有拿到资料的朋友都知道 458位的朋友 那我相信就是说盘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不断在Lite这一边分享给大家的 我一定告诉大家 不需要追高 大盘在足底 你只要知道哪一些股票 他有题材 筹码面 他具备一个 能够延伸到年底嘎空行情的这个优势 这个条件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就是说行情跌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行情跌的时候 你手中有资金 你更要去 好好的做加码 好好的是进场来介入买进 亚信 我到身上 我相信就一档一档来看 我只聊到就是说今天 大家可以看得到 来 宏达电 已经出现一个持续在创新高的走势 可是你会发现 最近来讲的话 所谓的元宇宙的第一波的领头羊 宏达电也好 威胜也好 包含的就是说预创也好 因为我在节目上固定会跟大家举例的 跟大家谈的 就是这三档的元宇宙第一波领头羊 这三档股票 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他都已经在往上创新高的过程 开始会让你感受到卖压了 那我为什么会跟你讲说 当你知道这个主轴 这个题材 他已经是盘面上中小型股的领头羊了 我们在Lite这一边跟大家来提醒 来分享还没有过前高的股票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不追高这个习惯很重要 亚信啊 我们那11月初的节目就已经分享了 今天拿想创新高啊 你觉得这样的股票来讲的话 你懂得在跌的时候去部署 你赚不到钱吗 我相信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来讲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 因为我的升等级的会员 10月底跟11月初 是从讯息会员升等到VIP等级的会员 VIP等级会员升等成电话清代 或者是精英会员来讲的话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我带你进场部署的 我带你进场在下跌的时候去介入的 不就是我在Lite这一边 会去分享的个股 我在Lite这一边特制影片 特别节目影片 会去分享的股票 来 亚信就是其中一档啊 上个礼拜我在画面上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截图 节目画面的截图啊 亚信3169 他那个时候是涨还是跌 跌啊 我的节目很 风格非常强烈 下跌的时候我看好他 我在节目上会讲 我相信6237的华讯 我在节目上谈的时候 他股价是涨还是跌 画面上很明白嘛 这是黑的还是红的 黑的嘛 6237的华讯 这些都是沾到云宇宙的边啊 他本身都是IC设计的股票啊 我到我身上 现在看我节目的升等级的会员 不管你是在10月底 还是在11月初 身为清代等级的会员 我没有带你买这些股票吗 涨停板今天出来 我相信绝对对得起这个升等的动作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 行情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追那个涨起来的股票 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铁定会带你在行情动荡下跌的时候 低接那些股票 6237的华讯 今天来讲的话是连续第二根的涨停板 来来来我们来看 来 我们来看 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连续第二根的涨停板 6237的华讯 英讯晶片 元宇宙题材里面的IC设计的股票 刚刚的亚信 它是网通IC的个股 我都不是在节目上第一次谈 Light这一边铁定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影片连结 分享出去的次数 至少三次四次 现在在看我节目的电话清单的会员 身为你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升等级上来的会员 这一档股票6237的华讯 我带你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涨还是跌 跌啊 10月底跟11月初是在这个位置 它的股价是涨还是跌 我让你升等上来 你愿意升等级上来 我绝对会给你一些好处 多我而言来讲的话 行情在这个位置 你要找到后续会涨的股票不难 因为行情现在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大盘打完底现在拉起来了 所以我10月份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不收会员 我在节目上不断告诉你 大盘在打底 回到我身上 我先以后重播带 包含的就是说节目画面的截图 我都已经不断的分享给大家了 今天来讲的话涨停板的股票 我相信一档一档来看 3019亚光 当时候来讲的话 同一时间在11月4号 11月4号的这一个 特别节目里面的画面 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上面的台词 整个股价格局强于大盘 亚光 当时候股价是涨还是跌 黑色的 它是涨还是跌 很明白 所以我一直聊到 像这样的股票 我根本不需要它涨起来的 带会员市价去追 我不屑干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的风格 我打从收会员 收股票会员一直到现在 我不断的就是在节目上 去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我的操作风格 同心店 大家你可以发现 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我在light在节目上讲多久 不小心砍在阿呆股 你反而会后悔 这是当时候节目的台词 9月14号 当时候股价是涨还是跌 很明显 这是跌的 黑K棒 回到我身上 时间可以证明 一个分析师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可不可以帮助你 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 时间有没有让你看到 最终最正确的答案 3019哑光 我现在刚刚画面的截图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来讲的话涨平板 我相信你礼拜六礼拜天锁定我的light 每一个礼拜 或者是我每一次在light这一边 有任何的动作 你只要有锁定的朋友 这些股票都不是第一天谈 6271的同心店 我相信画面截图都帮大家复习过了 9月中旬就在底部区 节目的台词上面 中文字都非常明白 你不小心砍带阿呆股 你会后悔喔 现在他今天来讲的话也是涨平板 你原本抱对的人 我相信上个月 几位的朋友 你资金够 你资金的所谓比一般的 来那个持股见证 这些网友来讲的话 是比较多一点的人 你手中有那个同心店 我怎么告诉你的 我相信你现在看节目 然后你今天看今天那种同心店 他是涨平板的 创新高的 请问一下 我当时候在画面上 节目上面的台词 不小心砍在阿呆股 会后悔喔 是不是真的 回到我身上 我在节目上已经强调过 我看好的股票来讲的话 我不会轻易的让我的会员 在那个行情下跌的时候 也许 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盘动荡在打底的时候 他不会立即赚得到钱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他砍债阿呆股 我在节目上已经特别强调 砍债阿呆股 我怎么对会员交代 很多的股票 我们在节目上一讲再讲 待会让大家看看 店员管理IC的重播带 加入我的Lite 小要鼠GoReach 55688 小要鼠GORCH 55688 画面上QR Code扫描 我相信 这一天来讲的话 大家所看到的行情 包含了盘面上很多创新高的股票 你每一天早上8点锁定 我盘前分析的连结 你愿意点进去 愿意看一下里面那一些的股票 我每一天在大盘的位置 我告诉你 因为10月份我强调了 大盘在洗仇打底 我每一天在节目上谈 盘前分析的连结 我点你那些股票 我甚至后面都会附带一句 虽然8、9月 行情动荡拉回 但是股价 中期多头格局 没有被破坏 我相信 你只要愿意相信我 你每天早上8点 我在盘前分析Lite 这一边丢出去的连结 你只要愿意去看那些股票 追踪它 你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我不断提醒你那段时间 那回头一看 买点底部 我已经聊到了 坚持买在底部 你唯一只有买在底部区 后续来讲你在股票市场 才是有人帮你抬轿的一个命运 你如果在股票市场 疑虑的就看到涨起来了 大盘涨了 你才要追 永远永远都是追高杀低 我不好意思再跟大家去再多聊 就是说你在前面去追航运股的人 你在前面去追钢铁人的人 你现在落得什么下场 因为我前面的节目已经花了很长 甚至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在那个时间点 去买景气循环股 里面我最强调的就是 航运钢铁 当时候的航海王 当时候的钢铁人 今天大盘涨 你可以看得到最落衰的是什么 钢铁股 我相信当时候你讲的话 去讲钢铁股非常好收汇费 我讲白了 但是我就是不屑干这种事情 我讲白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节目上 一再去强调的风格 今天大家看得到 谷王细利KY 谷王细利KY 外资给一个6791块的目标价 很狂对不对 我节目上已经特别点到 而且是前面两个月的时间 9月10月我就不断去强调一个族群 电源管理IC 钻石的IC股 我就提到一个逻辑 谷王细利KY 它本身就是电源管理IC的指标股 我们所有的人包含了 我资金最多的精英召集令等级的会员 他们都没有办法 我都不会带他们去买 谷王细利KY或爆他 包含前面我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 跟他聊的力望 但是你知道当今的股王 SillyKY 他是电源管理IC的股票 那你在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 当然就是股王出现在电源管理IC 那你的资金应该聪明的放在 电源管理IC的股票 我们直接来看 就好像是在前面两个月 一路以来跟大家去强调的这个逻辑跟观念 很多的股票 我们不是一天两天讲 今天他们都创新高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时就好是怎么谈的 来 SillyKY 当今的股王 今天最高4310块 他是电源管理IC的股票 你知不知道 当今 台北股市的股王 是电源管理IC的大厂 指标股 你可不可以从他身上 去找到你买得起的 电源管理IC的股票 我花了多久跟大家来谈电源管理IC 甚至技术现行多头排列 我在节目上画几次 IC钻石股我强调的是什么 电源管理IC 今天行情大跌对不对 我相信这边我就不用去谈 就是说行情大跌 但是你有没有印象里面 盘面上有没有跌停版的股票 反而涨停的股票比跌停的股票多 没有跌停的股票也有涨停的股票 所以今天这个大跌来讲 你要怎么看 这边我不鼓励你去追 我要提醒你什么 因为 茂达6138的茂达今天表现得不错 它是什么 电源管理IC 我讲多久了 我带会员买在什么位置 我的会员成本区在什么位置 我精英会员的那个讯息 我早就已经秀出来给你看 那这边来讲我提醒你什么 不是叫你再去买茂达 而是你要懂得 接下来衔接第四季的行情来讲的话 电源管理IC的股票 还有联发科所延伸出来什么 网通IC的股票 你绝对不能忽略它 尤其是网通IC来讲的话 我希望就是说 你务必要掌握到那一些还在整理的股票 那这边来讲的话 那个是我准备要带会员进场的股票 所以这边来讲我不会公开给你 那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再观察一下 2436的伟权店 它跟茂达一样也是什么 它主要业务是什么 电源管理IC 虽然它最近它整个题材是在 快充Type-C的那个概念 等于说它整个主要的一个事业体是在什么 电源管理IC 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从今天来讲的话 整个盘面上表现不错的股票 因为今天盘大跌嘛 那你盘面上表现不错的股票来讲的话 大概主要去观察一下 3588通家 这档股票我相信你也非常熟悉才对 因为这个是我前面 在节目上公开过的精选股票 那我现在你有拿到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大概都会知道 3588通家 它也是什么 电源管理IC 茂达6138的茂达 我们也特别去强调 因为这档股票来讲我讲很久 一讲再讲 电源管理IC 这边是底部还是头部 我相信 我带会员买在哪边 这档股票都直接公开过了 电源管理IC的股票 3588通家 你会发现 这档股票来讲我必须要谈 你跟着我的精英会员买到了 那个一起报到股票了 然后你砍在这个位置 多可怜 我已经讲了电源管理IC 电源管理IC 钻石股 弯腰减钻石 里面来讲我特别拉出来的代表族群 就是电源管理IC的股票 这档股票来讲我相信 你在Lite这边跟我聊 老师我卖在10月初真的好可惜 今天来讲的话有人跟我讲汉讯 那汉讯不是我的股票 那电源管理IC的股票 这就是我的股票了 我只能说你跟着我的精英会员 可以买在一个底部去 结果你自己看到大盘跌 把它卖掉 我相信刚刚的重播带 上面都有日期 我拿着电源管理IC的股王 CDKY当今的股王 告诉大家这个选股的逻辑 很清楚很明白 从9月初 9月底 10月份 我剪3支重播带而已 因为如果我要全部剪出来来讲的话 可能是大半集的节目都要重播了 我相信 我的节目上面 跟大家聊的电源管理IC 我们不会去买股王 我讲排田 我的会员又不是郭台铭 但是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从 细利KY股王的身上看到其他的投资机会 来 维权店 我相信 我在节目上讲这一档股票 甚至直接公开我的会员买在多少的成本 你忠实观众你应该都知道 有写笔记应该都知道 那这一档的股票 我相信上个礼拜一直到现在 他是创新高的 他是创新高的 你觉得 我的会员 你看 获利的目标不只有三成 我们的股价 我们的持股成本 有中期底部的价值 获得验证 今天来讲的话 我都会以为你看我的节目吗 我强调伪权店 不是第一次 你只要有资金 包含了你在对的时间点 上个月你进来 你只要钱够 我就是带你去买伪权店 所以你错过像这样子底部去的股票 因为我聊到 伪权店本身来讲的话 他另外的题材 快充IC USB4.0 Type-C的部分 其他的个股 涨幅都多大了 伪权店居然是这样的涨幅 所以我说目标不会只有 三成的获利 今天来讲他已经五成了 超过五成获利 正式超过五成获利 通加 我相信 你看我的节目 刚刚重播带你也看得到 都不是第一天讲 通加这一档股票 我要减重播带 至少六支 我后面想一想 哇 如果要为了讲通加 然后一整个十几分钟 再播重播带 那也真的是对不起观众朋友 那我相信说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 这一档的通加 我们的获利 也已经什么 超过53% 因为 整个我们在 我在节目上跟他来聊的时候 我讲白一点 我的风格是这样 就是说 我待会有买的股票 我会在节目上谈 那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表现 那很明显的 我的风格我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要坚持买在底部区 我不追那个涨起来的股票 通加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现在也很难找到 因为找不到 买不到106块半的 这有什么 我九月份 十月份 我强调多久 刚刚的重播带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没有什么 店员管理IC 当今股王 是店员管理IC的股票 所以我锁定它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艰深的学问 大盘我看得懂 打底的时候 他们股价的格局 我相信 待会我帮他 把那股价摊出来 你就知道 他股价格局强于大盘 我为什么不敢报他 尤其你手中的资金五六百以上的 甚至上千万的朋友 你来 我为什么不敢带你去报通加这一档股票 最怕的是你大盘跌的时候 你不敢买 不敢买太多 我会想 今天老师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买太少 对 我叫你那个买多一点 老师不敢 我看看 不然 我叫你买十张 老师 不然你买个五张 现在就发现 买五张买太少 帽达 我相信 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当然你在最近才发现 原来他也沾上元宇宙的边 不是只有 那个联发科也沾到元宇宙 你会发现 连帽达也沾到了 你会发现 慢慢的很多IC设计 莫名其妙 他都会沾到元宇宙的边 元宇宙的股票来讲的话 我相信上个礼拜 我们谈得蛮多的 甚至很多 我都已经直接告诉大家 我绝对不会去追 宏达电 我绝对不会带会员去追 威胜 我绝对不会带会员去追 也预创 绝对不会 我讲得很明白 因为我手中这一边来讲的话 有很多底部部署的股票 后面来讲陆陆续续 居然莫名其妙 沾到元宇宙 我在节目上 特别点到 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也不止一次跟他来谈 元宇宙他现在很夯 没有错 我们也不会知道 他什么时候 宏达电威胜 砍下来的 整个元宇宙的题材 结束 没有人可以说得准 因为那个炒作性的一个题材 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经济规模 做梦的时间点 我们不晓得那个题材可以做多久 但是我们有把握的是什么 我们部署的股票 除了沾到元宇宙的边 领头羊冲出去 我们在底部部署 后面来讲会第二波跟上 第二波跟上 第一波的股票挂掉死掉了 我讲过 宏达电挂掉 威胜挂掉了 杀下来了 我们部署的股票 他只是沾到元宇宙的边 他本身还有题材 可以去接续后面的行情 我讲到我操作的逻辑 我选股的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你如果为了买元宇宙 而买元宇宙来讲的话 你会非常危险 6138的茂达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来讲的话 这档股票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不是底部 那什么是底部 今天来讲的话 他所长平创新高了 我的会员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部署加码 你觉得他该不该赚 应该的嘛 买在底部去为什么不能赚 买在底部去怎么可能不会赚 我已经聊到 你看得懂大盘 大盘在打底 这一些的股票强于大盘 他怎么可能不会赚钱啊 3588的通家 我相信刚刚一再一再的重播了 那个节目片段你都可以看得到日期 这不是底部办 什么是底部 你现在找得到106块办的吗 不可能 有时候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好运 不代表最好是这边来讲的话 每一个低点都可以帮你掌握住 但是底部区 是我买股票的风格 就这么简单 尾权店 今天来讲的话持续创新高 100万的本金进去 获利已经可以超过50万了 等于说 我们在前面 9月10月 尤其是10月份 相信就好是打底的 我的精英会员交会费给我 光是这一档伪权店 已经完全把他的会费赚回来 我说过只要你资金够 最怕的是你手中有资金 但是不晓得怎么运用 最怕的是你手中有资金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只想要去追那个涨起来的股票 那是最危险的 因为太多人在前面 去追航运股 去追钢铁股 因为那时候很夯嘛 那你有手中有资金 现在市场上面 比比皆是那一个套债航运股 超过500万的 甚至还有买中钢 买了600多万 结果是买在40几块 哇 四字头的中钢 四字头的中钢 好可惜啊 你那些的资金来讲的话 你随随便便在这一个 这一些有题材的个股 衔接年底会帮你赚钱的股票 随便你买一档 你随随便便一档股票 你会不会都赚回来呢 最怕的就是你手中有资金 你可以打败市场上很多人 比别人更轻易赚到钱 可是你去追那一些涨起来的股票 我不想去觉得说 让人家觉得说 我好像是在批评就是说 你那个手中套那个航运股的 手中还套着那一个钢铁股的人 我不想让你那种感觉 好像落井下石 要怎么样 因为操作的观念是我所强调 我要分享的 很多的观念来讲的话 不是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讲过 航运股钢铁股 我花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不断在节目上强调 你现在时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11月份了 下个月就是年底了 你可以发现 我前面花时间跟他谈的那一些的操作重点 包含了整个行情的分析 完全的验证 让你可以看得到 我跟他谈了 10月份我花半个月的时间 我不收贿语 我告诉大家在打底 我告诉大家逻辑是什么 你要看的 作手习性是在OTC贵买指数 现在很明显你都会看得到了 我前面 你一路以来 有跟上我大盘盘泰讯息 盘泰这一边课程 盘中影片 学院权限影片 这一些的会员们 你应该都非常有感觉 行情在那个时间点 我不只在节目上面跟你说打底 我的会员的权限影片 针对大盘盘泰控盘16式的学院影片里面 我天天告诉你这边是布什么局 这边做手控盘的习性是什么 来 否则这边来讲的话 大跌的时候 你只是光看那个表面的长黑棒 表面的下跌 这边外资大卖 这边看起来来讲的话 连续下跌下来 好像又要破前低了 我相信就是说 在这一个时间点 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一个时间点 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个大三头 然后在这边连续下跌的时候 好像要破前低 我在节目上已经分享过了 你把我盘前分析的连结来讲的话 当时候10月14号 你去看一下 我盘前分析所点名那些股票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回到我身上 而且就是说针对不只是IC设计的股票 联发科 我跟大家聊过 就是说整体 它的股价怎么来看 现在来讲的话 这档股票 莫名其妙被外资点名 元宇宙概念 你看得到今天IC设计 好像就是说鸡犬升天了 IC设计的股票 我相信在节目上我分享的 也不会是少数啦 因为刚刚的重播画面 重播带里面有看到 除了电源管理IC之外 网通IC的股票 跟联发科相关的 九阳 难道你会觉得陌生吗 我每一天盘前分析8点 所连结出去的 你只要点进去九阳 他从来没有被动过 九阳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他今天来讲的话 股价已经快接近80块了 我们最后一次 10月13号 带会员买进部署的54块8 这个都在节目画面 早就已经公开了 10月26号 我早就已经公开了 你现在买得到54块8的九阳吗 你现在要追的话 就是80块以上 就是替我会员抬轿了 我Lite每一天 早上8点 分享出去的连结 你只要愿意点进去看 我不只在节目上一次讲 我不只强调一次 你够聪明的话 点进去连结 你看一下我每一天 早上分享那一些的股票 现在经过时间的洗礼 他现在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已经讲到了 大盘10月份在打底 那些股票在做什么事情 里面来讲的话 很多股票 创新高涨平板 我在我身上 时间的关系 大家你可以发现 我们一档一档 要来讲 可能讲不完 我Lite这边都有来做分享 你今天哪里都看得到 加折这档股票 今天来讲要创新高 我今天上台公开 这档股票我盘前分析点名 10月份有没有拿掉 没有 你去看10月14号那一边 有没有加折 10月14号中旬是在这一边 第二波的买一点 你只要有钱 我的经营会员来讲的话 加折我们买在520块 你现在买不到 今天来讲的话 拉起来创新高673块 这档股票你说我们的目标获利 只有三成而已吗 IC设计的股票 我的盘前分析里面 高价的IC设计 6679的玉泰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我有拿掉过吗 今天来讲掌平板 这边是底部还是头部 10月份的时候 10月13 14你自己去看 回到我身上 不要我会员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觉得老师那个是空头 老师那个应该要卖股票 老师那个来讲 这边不好不安全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冲出去 后面回顾你在闲的时候那是底部 安国今天也涨平板 刚刚聊到 伟权店他有快充IC的一个概念 我跟你聊到 跟他伟权店相关的个股 涨幅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连安国也有快充IC的那个概念 你说他能不涨吗 我10月底就很公开我会员买在哪个地方 42块8现在买得到吗 今天来讲的话涨平板60块8了 你再买就是60块以上 就替我们会员抬叫了 我相信我最基本等级的会员来讲的话 47块6 47.65 这些10月底买进的讯息 我早就已经在节目上公开了 你非得要等到涨平板了 然后涨成这样子的 来发现哇 你错过了 我很强调 我10月份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告诉你 大盘在打底 行情在打底 你只要愿意敢买 跟着我带你进去买 有一些的股票来讲的话 你现在是等着要收割的 你不需要去追元宇宙 我已经强调 不需要追宏达店 不需要去追威胜 半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 我花半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去谈底部 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当时候天天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大盘反复洗头打底 我甚至告诉你选股重点是什么 怎么去看行情 甚至当时候来讲外资一直卖 我一直告诉你 没有看到空头条件 你如果被你眼睛所看到那个下跌 外资的卖超给吓唬住 你就错过赚钱机会了 我在我身上 你现在已经 现在我讲白一点 你现在进股市 你已经错过底部区了 你错过最好的底部区来讲 你现在更不能去用追的 你现在反而是要去买那一些第二波 会跟上领头羊的股票 我刚才已经聊到 这个礼拜 礼拜一今天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我在礼拜五跟大家要谈的 底部成型六金刚 我已经讲到底部成型 你礼拜六礼拜天 有掌握住机会的朋友 你今天你拿到 几檔涨停板 我已经讲了底部成型 我讲的很白 那标题就是底部成型 那你现在目光是什么 其他还没涨停板的 我强调 我现在锁定的就是还没突破前高 后续会跟着领头羊去挑战前高 突破前高的股票 你要赚钱就是要这样着做 不是去哇那个过前高的 要那个创新高的去追 改掉你的坏习惯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买 让我来带着你买 不要再去追那个媒体新闻大肆放送 涨起来了 创新高了 或者是你还在问老师 宏达店这一边能不能追 老师 航空股能不能买 我这些重点来讲 我上个礼拜就节目上都提醒过了 后续来讲的话 我的会员 他会知道 我清代会员你自己拿出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我告诉你 航空股 我们锁定的一个目标价是什么 加入Lite 想要是GoReach 55688 想要是GoReach 55688 我不断在Lite这一边所分享的影片 跟活动 你只要掌握住 我绝对不相信你没有赚钱的机会 差别是在你不信 看到跌的时候拆崩盘 看到跌的时候以为这边是空头来临 要卖股票 你看我的节目最后面3秒钟的时间 你问一下你自己 10月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现在涨起来很多股票 你要卖 你要退出市场 你要等它涨起来 你现在回头去看底部 10月份是底部 你看那些股票不爽 你要卖也要聪明一点 卖在它谈起来 怎么会砍在阿呆股呢 时间 已经让所有的人看到 就好是跟大家所谈的重点 完全应验了 下一步 我绝对有资格 带着你一起来在年底的行情 赚它一波 要不要掌握就看你自己 我希望有缘跟我一起打拼赚钱的朋友 好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以上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